容若 嗯 嘗嘗嘗 蛤 我聽說容若是看得到的 閉著眼睛有時候 你幫我來這裡看一下 不行不行 喂 嬌哥 不要亂Cue啦 由凡校導演徐漢強 指導的喜劇鬼片《鬼才之道》 17日舉行 發布記者會 這次找來陳柏林 張容若搭檔 兩年夜顛覆以往形象 突破演出 這就是今年最恐怖的都市傳說 工廠折腰女鬼 不但在網路上爆紅 還被活人翻拍成電影 可以說是無人不知 無鬼不曉 我們馬上就歡迎今天的來賓 女鬼天后凱薩琳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凱薩琳 凱薩琳 薩琳啊 剛剛看到你的表現 真的好恐怖 好精彩哦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大概當場就往生了 好好好 其實我一直覺得 做鬼最重要的是 時機 就是為了掌握時機 所以我跟我的團隊 拍攝非常非常多次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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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零點一秒 少零點一秒 都不行 拍鬼才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我最大的挑戰 是體力吧 因為真的很累 我 我跟你說我拍完 我真的是四五天 我的全身都在痛 下腰的部分 因為我們那個折腰 折腰 看到的不是我普通的就是那種橋 就是一直往後彎 所以它是要腳跟手非常的近 所以拍那一盒在瑜伽的那個鏡頭 我的腳這樣子跨在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整個往下翻 你要折的 不是你的身體 是你生命中的那條紅線 如果你有一句話對那個父親漢說 我會想要跟他說什麼 為什麼不要我 那你過年在幹嘛 你剛剛沒講 對啊 你過年在幹嘛 渡過 哦 然後跟家裡就是只是喝喝 然後打打麻將 手氣還不錯 不錯 我就是不好今天才來鑽這一套 本來想多放兩天的 喂 片場的氣氛 你不覺得鬼片場都很陰森嗎 我其實自己是不太怕這些 但是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導演也跟我講說 我是一個很勵志 很認真的女鬼 所以當我在揣摩她的情緒的時候 我還是要把真實的情感投入 所以在為什麼你不要我的時候 她是讓我是以感情戲的方式 去呈現 有 剛剛就那一幕 嚇到光臣人那一幕對不對 所以我還是不能把它當喜劇牌 有到 還是要去感受她那個 雖然是喜劇 還是要有演技的 你現在是有過那種靈異的 靈動的事情嗎 目前還沒有 容若 你怕 常常 但你這一次沒有了 我聽說容若是看得到的 閉著眼睛有時候 有時候氣場比較不好 或者拍戲去一些比較奇怪的地方 我就會去安全的地方走走 但你不怕對不對 看多了 也沒用 就看多了也不怕 對 你幫我們這裡看一下 不行 沒有 這裡沒事 這裡很棒 這裡熱氣鼎盛的 下禮拜還要來 有沒有 OK 別 你站著我最近 我的屋子是不是像柏林 你說兩句 你說 你是不是想要把她的角色換掉 你說 像不像 像不像 比柏林帥一點 我以為你會說鬼才知道 是 是 谢谢大家